3月封妈祖绕镜留意上慎警讯。柯文哲尿尿变着色。 大甲镇蓝宫妈祖九天八夜绕镜活动持续中,原本徒步参加绕镜的台北市长柯文哲,日前在西罗福星宫受访时表示自己有尿尿变黑色的症状。 自评可能有恒文鸡溶解疑虑,改骑脚踏车,这几天终于结束绕镜回台北。 但持续扰镜的民众,可千万要注意自身身体状况。 台湾年度宗教盛世妈祖绕镜进香活动,对于信徒与香客都是身体上的挑战,长时间跟随妈祖徒步远行,在剧烈运动,水分补充不足的情况下,可能发生恒文鸡溶解症。 媒体报道,有肾脏科医师就建议,如果民众也出现类似症状,务必先抽血或做尿液检查。 若真的有恒文鸡溶解症,不建议继续运动,因为很可能造成恒文鸡溶解症的范围扩大,导致肾脏损伤。 认识恒文鸡溶解症 根据台大医院网站刊载的未教资料,恒文鸡溶解症指的是骨骼肌,恒文鸡,受到急速损伤,而肌肉损伤的结果导致肌肉细胞坏死,细胞膜破坏。 代表超出细胞负荷,死食肌肉的一些蛋白质及肌球蛋白,miroglobin,渗漏进入血液中,并随后出现在尿中,称为肌球蛋白尿,患者尿液会呈现如可乐般的深褐色。 通常恒文鸡溶解症的症状为肌肉酸痛、重胀、冲血、肌肉收缩的力量也会下降。 当肌球蛋白出现在尿中时,尿的颜色会呈现暗喝红色、深棕色,所以看起来会有点黑。 因此,患者会出现肌肉肿胀、疼痛僵硬、受损的肌肉细胞内容物释放至血液中还可能引起发烧、悟心、呕吐、心律不整、意识不清等症状。 当然,若症状轻微,几天内通常会痊愈,但若没有及时治疗,甚至持续运动,使恒文鸡溶解症的范围加大,肌肉破坏程度更厉害。 尿中肌球蛋白的浓度太高,就会导致发炎反应加重,肾脏机能的损伤增加,甚至导致急性肾衰竭,有终身吸肾或致命的危机。 如何避免恒文鸡溶解症? 1.没有长期运动,锻炼习惯的人,务必循序渐进,不可突然从事过度激烈运动。 2.随时补充水分,避免让身体处于缺水状态,建议每15分钟到20分钟就补充100C,C到200C,C的水分。 3.若出现症状态,把握3-6小时黄金治疗期。 4.确定小便颜色不适成黄色,才可安心继续跟住绕镜参拜。 4.朱立伦大甲妈绕镜中暑仍强称,若中暑了该怎么办? 5.参加大甲妈组绕镜,出现身体不适的政治人物。 5.不止柯文哲,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也走到体力不支,加上烈日曝晒,突然出现晕眩,肌肉间歇抽筋等症状。 5.需要暂停行程,短暂休息后恢复图铺进香,朱立伦说,应该是稍微中暑,刮沙,补充水分后就好了许多,呼吁扰镜的民众一定要记得多喝水。 6.出现疲倦,无力,体力变差的情况,很可能是热静鸾症状,根据胃浮部未交资讯,热静鸾使人体大量出汗后再失了盐分以及水分,但我们只补充了水分,没有补充足量的盐分,使血中纳离子迅速减少。 6.导致肌肉出现疼痛,静卵等不适,多出现于负荷量高的肌肉如腹肌,小腿等部位。 7.如果体温超过40度,合并意识不清,也可能是中暑,应赶紧移至阴凉处。 7.身体降温,适当补充电解质,且确定体温没有异常持续上升。 8.若症状严重,则要当心造成器官受损,甚至有急性肝、肾衰竭等危机,当出现头痛,减少或停止出汗。 9.皮肤温,皮肤温度升高,呼吸急促,孕眩,神志不清,失去意识,静卵等症状,建议立即就医。 9.重暑预防方法 1.尽量避免高温,日照强的怀境运动,高温会增加重暑风险,不要停留在气温过高的地方,应往气温低的地方移动,如冷气房等。 9.阳光直射不但会让温度急速提高,还有晒伤的风险,一定要往阴凉处移动,避开烈日。 9.穿住口气的服饰,流汗是非常有效的散热方式,当人体的汗水不易排出,会让温度急速提高。 9.让我们更容易中暑。 3.补充水分,喝水的时候要小口小口分次喝,不要一次喝太大口,喝冰的,尽量不要等到渴的时候才喝,以免身体早已陷入缺水危机。 3.最常见绕镜正后裙,走太久铁腿。 3.许多人因为平时没有运动习惯,可能会在长途行走后出现延迟性肌肉酸痛,俗称铁腿的状况,常因肌肉在拉长的状态下反复收缩而造成。 5.建议预先锻炼腿部力量,甚至安排寻序渐进的长时间,远距离行走训练,让肌肉先习惯,产生适应性,预防肌肉严重酸痛或拉伤。 5.运动前暖身,运动后温和伸展及按摩,也能保护并帮助肌肉放松及恢复。 5.发生肌肉酸痛,铁腿症状,可以冰敷,使用酸痛要不应急,也可以挤油按压穴道,改善腿部酸痛的问题。 5.成山学,足三里学,能改善血液循环,促进疲劳物质排出,太西学,泳泉学,能消除疲劳,消水肿。 5.要注意的是,如果铁腿持续超过一星期,有可能是肌肉较严重的损伤或伴随其他组织的伤害,建议致门诊寻求专业医师治疗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